111年度秀林湘优秀学生奖助学金在12月14号就已经发放了 不过还是有39位的学生还没有领取 那么秀林湘公所就特别公告领取的时间是到12月30号下午4点以前 那么湘公所是特别请秀林湘的学子要特别的注意 以免丧失了自己的权益 111年秀林湘优秀奖助学金在12月14号进行发放领取 申请人数共计1326名 录取总人数共计1246名 发放金额共计319万3千元整 想要申请建数711名 录取706名 录取比例为99.3 小外申请建数为615名 录取540名 录取比例为88% 在14号发放之后 目前有39位学子没有前往领取 学生奖助学生在21号公告来提醒乡亲 秀林湘的王门归表示 奖学金的优秀青年学子 优异的表现是秀林湘公所政策推动的支持以及动力 请勉大家相信自己并且精力发挥天赋 努力向更高远的目标前进 爱你所做的事 让他成为你精通的事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 生命可以用来服务更好更大的事情 让你变得更好 愿意各位学生们能够共勉之 并且齐取共同来达到充满希望的秀林湘 还没有领取奖助学生的乡亲 领取的期限是在141年12月34号星期五下午4点整 请本人备妥身份证及印章前往秀林湘公所社会科 如果是带领的乡亲则是被录取人以及带领人的身份证印章 以及为托书 如果未在其限之间领取的学志们则是适得放弃 记得聪明 休想回答